請問老師,有關這個海藻桶 是不是可以代替石灰硫酸桶 用在柑橘類? 這種當然可以啦 但是問題,現在重點不是這個 今天是沒有東西 重點是沒有東西 這個東西就很麻煩 所以滴肥還有一些庫存的 如果沒有這個特殊是很難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形就是 它絕對是比石灰硫酸合計在用的時候更安全 但是這個用來看起來就不好買 其實你知道電台在做的工作 我們都是做命的 我們絕對不像這個頭來暗去 所有的東西都要是按照政府的合法 這個手續來做工作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這有時候是這樣 所以像這種 因為登記上就沒有辦法被認可 所以到目前為止 很多朋友在跟我們說 這是不是可以想辦法 怎麼沒有在想辦法 但是確實我們在這裡有苦說不出 所以這個營是可以用的 但是他就買不到 你應該還有扣存 比較快可以用到 其實那個也不錯 我問過原廠 他們可以放14年 放14年還拿出來用 我說他放那麼久 我說沒有還是不會壞 因為他本身裡面有這個銅器 只是說他的銅器 稍微變色變色 如果這樣是沒什麼要緊 所以你要用 應該是可以的 我們在用石灰 酒灰硫酸桶 這種就是什麼東西 保養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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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祖先的益方 其實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在這裏 所以你可以 譬如說你用 一些深海綠藻 這種 你去用青陽化銅 兩種去把它 搅拌下去 其實效果上好像也很不錯 這在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了解一下 好